16. 江西日報 瑞昌人進億元項目12個 2015年7月26日要問A02何新保本部瑞昌信 記者何新保7月24日 瑞昌市舉行完剛開放開發契決戰工業 千億重大項目簽約儀式 共引進投資億元以上重大項目12個 總投資143億元 今年以來 瑞昌市積極搶渣國家建設長江經濟大的重大機遇 強烈推進招商引資工作 大力發展目業家具 裝備製造 銅及銅產品 電纜 造紙和紙製品 化學品 紡織服裝 建築百大主導產業 同時精心培育木業家具 銅產品 電纜 新能源汽車 造紙和紙製品 化學品 六個百億元產業集群 促進產業發展升級 到目前 已引進了投資50億元的年產140萬噸複合肥項目 投資12億元的年產30萬噸生物柴油項目 投資10億元的100兆瓦風電項目等12個重大項目 導致 canal彈直到第201項目 均等給市場 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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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